大概就是可以碎了她的心願了 就是演一個 充滿激情肉欲的角色 她周旋在年輕肉體當中 妳不知道她回家多嗨啊 這不是應該是妳夢寐以求的角色嗎 真的 而且她回家都會 一一跟我分析 她們的肉體有什麼不同之處 最好是這樣 妳把我講得這麼下流 她拍這電影 就是為了貪圖這個嗎 我想也不... 純粹為了追求 就是要吸乾她們的靈魂 其中還有一位是東銘相 所以聽到這三個男演員的 哪一個名字的時候 妳就眼睛一亮 想說老娘接了 妳先不要為了妳幾言 自己先講 東銘相跟張孝全跟彭宇宥三個人 哪一個妳聽的名字 就說老娘接了 明白 妳剛剛還跺腳啊 所以東銘相只是扁心而已 東銘相就把它歸類為 就是演技派那群 OK 那這兩個是... 她意思就是說沒有演技 她只有肉體嗎 我是張孝全 真的嗎 因為在我還沒有對她們認識之前 我會選擇彭于晏 可是因為大姨子跟她們拍完戲之後 回家有跟我解析張孝全的身體 所以導致我現在覺得 解析張孝全的身體 是從解剖學的觀點嗎 就解析她皮膚的那種 質感是不是 我沒有變得... 我現在練一下 我會迷失我 所以意思是說手感很好的意思 手感很好 然後她有... 我沒有這樣子說 妳是她問我說 那個張孝全皮膚好不好 我說很好 像嬰兒一樣好 她就說那彭于晏呢 我說也很好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只是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那妳只記得 她除了張孝全的好 而不是彭于晏的好 因為我不知道是誰給我看的 張孝全的上半身的裸體 她就是胸肌也滿大的啊 妳又不是不知道這件事 她也不是沒有來過康熙 我之前比較沒有把重點 放到她身上耶 因為那時候好像有楊佑寧在撐場 OK 懂了... 所以如果楊佑寧的話 張孝全就不一定贏是不是 現在我就好啊 都可以啦 妳還沒什麼忙碌我咧 拍棄熱戲的時候 張孝全非常害羞 對 她是到... 害羞到什麼程度 就滿臉通紅 那可能是熱啊 尿酷的 也許吧 就是會臉力... 張孝全你真的在害羞嗎 會有點不好意思啊 為什麼 因為怕自己太超過會不禮貌 所以請問你拍那種清熱戲 臉會通紅是因為大意思的關係 還是你每一次拍都會這樣 不好意思 我臉很容易紅 所以跟任何女演員都會這樣子 就是...對啊 所以如果在真實生活當中 圓郊結果來的是徐曦緣的話 心裡會覺得賺到了嗎 如果現實生活當中 你真的就是因為太無聊 然後圓郊 你會希望門一開 看到大S還是小S 沒有味道 好 平良 妳說了 妳看起來不像需要花... 妳摸我腰這邊 妳看我身兩個小孩 我這邊還是很結實耶 妳摸她臉紅了啦 所以她是真的很害羞耶 非常害羞 妳有喜歡過她最型的人嗎 大S妳剛才不是在化妝間 說她很會講話嗎 那是妳要針對專業性問題 比如說妳拍電影 妳這個角色是怎麼建立的等等 妳問什麼設計 誰要問角色怎麼建立的啊 好啦 那是要妳身為一個演員 好專業喔 好專業 電視圈的分工這麼精細啊 對 我還套了一些 我們別人的準備背景 所以如果要論交情的話 你們這部戲之後 妳跟誰比較熟 如果三個男生來講的話 跟Eddie比較熟 因為我覺得她不會害羞到什麼程度 我之前就有跟導演講好 拍所有親熱戲 我一定要清場 要不然我會覺得很緊張 然後拍到跟Eddie那場的時候呢 她就是只穿一條四角褲 然後我們要準備動作之前 她就會在身上抹很多油 然後我就躺在那邊已經準備好 她就會在那邊這樣弄一下... 然後她就說 來 然後就在我耳邊吼得很大聲 然後我就跟那個導演實演 是說差不多該清場了 然後導演就說好 清場喔 她就突然說 然後我就受不了說 小聲一點好不好 又有點氣氛都沒有 所以你是渴望現場有人在看嗎 也沒有喔 我覺得...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清場 所以你覺得沒什麼大不了是不是 對啊 所以我就... 我不知道原來這個清場 是有溝通過的 我以為導演問我要不要清場 所以你根本沒有管女方死活就對了 因為露的是她啦 其實我是穿的衣服 她穿的衣服 所以我就沒想這麼多 所以你一定說如果康熙來今天請你 就是裸上升接受訪問 你也覺得沒有關係 要先抹油 對 不是 沒有 因為那個是角色啊 演那個角色沒有差 反正是工作 而張孝荃是緊張到你說 你可以聽得到她心跳聲是不是 嗯 非常 然後連收音就是 就是我跟孝荃的戲 都會聽到那個心跳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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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就你靠在她胸膛 接近的時候就 也不用到胸膛就可以聽到 所以她的心跳是有隨著你 靠近的距離然後變快 然後再變慢這樣嗎 其實我也分不清是她的心跳 還是我的心跳 因為我也很緊張 可是我不會臉紅 所以這是大S遊戲以來 第一次演床戲嗎 好像不是第一次床戲 可是那麼親密是 妳第一次床戲是什麼 妳看嗎 妳自己要 跳入這個陷阱的啊 她還再三警告我 我們問...這問題很專業吧 就是問的是演員的演出歷程 這樣也不行嗎 她來上節目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問她說 我如果再聊到宅宅跟藍正宏 妳會怎樣 然後她就用一個那個 非常凶狠的眼神看著我 然後妳當時說了什麼 我當時就說 我說我會 妳會聽她講話多狠 可是我不是床冷飯 我是說妳第一次床戲耶 對 這樣算床冷飯嗎 這樣不算啦 戰神是大S跟仔仔演的嘛 對不對 是 然後床戲就是她跟仔仔嘛 對不對 是她跟仔仔演的床戲啊 她在咬牙很切齒的嗎 對 很有技巧 非常高招 OK 所以那個... 因為當時是妳人生中的第一場床戲 然後有完整播創 有 有清場嗎 有 有心跳聲 沒有貼麥 可是沒有裸露 就一點點就到這邊啊 妳也知道我尺度只有這邊啊 有沒有抹油 沒有 當時還沒那麼專業 膚質 忘了 妳好有做 拋開膚質不講的話 這三位帥哥的哪一個人 是最符合徐熙媛的標準 可是我真的覺得不同口味耶 妳可以講講看嗎 就分析一下 像孝全就差不多像是 她是草莓牛奶口味 我來聽聽看 剛剛不是說季婦很鹹嗎 然後現在就說她是草莓牛奶 所以她是用味覺來分辨耶 OK 然後像Eddie的話就是香草口味 有 我可以聞到她的香草味 可以吧 對不起 草莓跟香草的差別是什麼 她是草莓牛奶 她是香草 差別是 妳聽聽看就知道 一個比較甜 一個比較清新是不是 就是一個... 如果你沒事的話 你就一定想要吃一個東西的話 你就會點草莓牛奶口味 就是隨時都可以來一口的 然後香草是 你今天就特別有氣氛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來一個口齒流香的 一個味道 然後名相的話就是胡椒口味 口味比較重 然後有一點辣 可是它是一種香料 不是直接的味道 所以就她要撒在 季婦的身上才行 哈哈哈哈